中华文化 它的主轴是什么 一个字而已 就是孝 我们有孝心 有孝道 有孝敬 但是最好不要讲孝顺 不晓得哪一朝哪一代 有哪一个人很大胆 在孝下面加上一个顺子 使我们中华文化扭曲了 我问你 要不要听父母的话 要不要 真的要 很难讲 小孩子不懂事 要听父母的话 长大以后 你一定比父母进步 你不能反过头来教训你的父母 但是 不能完全顺从父母 这样才合理 所以那个顺子 就造成了很多余孝 你看做妈妈的 经常跟小孩讲 过去两三家 他们正在盖房子 有几个砖头 去把它摸回来 小孩要不要听他的话 长大以后 父母不一定很了解当时的变化 他也许还活在十几二十年前 他跟小孩讲的一些事情 他跟小孩讲的一些事情 已经不切实疑了 小孩也不一定要听他 所以我们这里要解释一句话 这句话是 我们多少年来都曲解的事情 叫做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那这不是于中于孝吗 错了 我们已经很清楚 中国人讲没有就是有 讲有就是没有 你要了解中文化 你如果不能采取这种方法的话 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真意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告诉你 天下的父母都是人 只要是人就一定会犯错 你要这样来了解中华文化 不然就变成死读书读死书 最后就是读书死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他就是不了解中国那个文字 他是活的不是死的 西方的文字是死的 说yes就是yes 说no就是no 他不会变 中国的文字是活的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听清楚 告诉我们天下的父母 基本上都是人 只要是人 他一定会犯错 只不过 你是他的侄女 你不要去讲他 就这样而已 心里要很清楚 父母不一定对 但是嘴巴要说 好好好 是是是 这样看起来好像有点虚伪 实际上不是 是顾全父母的感受 我举个例子 你从外面摔了一跤回来 父母问你今天出去还好吗 你一定说好 等等他会发现嘛 你急什么呢 他说你腿怎么样 你还说没有 怎么没有 明明有疫情怎么没有 你说对了 不小心创了一下 你最后通通讲出来嘛 一开始不必讲了 所以 我慢慢的在这里形容 什么叫中华文化 它是会改弯的 它是会改变的 我们今天 受了西方的影响 都是 一支线到底 那就完了 这个不叫欺骗 这个叫隐瞒事实 这个隐瞒跟欺骗 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隐瞒事实 只是使父母放心 不操心 不能欺骗他 慢慢的他会了解真相 但是他情绪会很稳定 如果小孩一回来就说 妈我被打了 妈怎么样了 妈我摔半死 这个就是不孝 我这样形容各位就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 我们看到胡学员 应该想到 他是一个孝子 他妈妈最担心的 就是他儿子发达的太快 每次都讲 儿子啊 你的钱从哪里来啊 你要小心啊 你怎么会这样 胡璇的太太 那更妙 胡璇太太说 我当年为什么嫁给你 就是看上你们家穷 没有想到一下这么富有 早知道我就不嫁给你了 我相信今天我们听这种话 你会觉得很别扭 好像不切实意 实际上我告诉你 一个女人家 如果嫁了一个豪门 嫁了一个有钱人 你是什么 你是高级的用人 你没有幸福可言的 所以很多狠心的爸爸 会把女儿嫁给豪门 嫁给有钱的人 这是没有良心的 你如果了解这种状况 你就不会说天天去打听 哪一家有钱 我把女儿嫁给他 大概不会 钱财固然很重要 但是不是人生的总目标 不是 胡璇就是因为 他38岁 他38岁 遇到了生平最大的贵人 左宗堂 而且左宗堂非常地相信他 什么事情都放心地交给他 记住 所以他短短13年 发展得非常之快 他51岁的时候 他妈妈69岁 要做大生日的时候 皇上其实是慈禧太后 颁给他一个匾额 封他为一品妇人 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胡璇本身就不是正官嘛 他的妈妈怎么可能封一品妇人 但是因为慈禧太后啊 他听说 胡璇是孝子 很听他妈妈的话 而他自己的儿子 是同志皇帝 皇上不太听他的话 所以他就是借 封胡璇的妈妈 来告诉他儿子 你有听我的话 其实是这个用意的 我已经在说 世界上很多事情 看得见的部分之外 背后还有很多 我们看不见的原因 我们要两方面 都去探讨 你才知道真相 胡璇的妈妈 始终很操心 他这个儿子 突然间富有起来 会产生什么不幸的后果 果然不如他所料 所以其实我看起来啊 胡璇的妈妈 的命不是很好 因为最后他还比胡璇 后始 所以大家知道 一个人先始跟后始 到底谁比较有幸福 所以我们说 女人家 有辅之人 是夫前始 始在丈夫的前面 还是后面 始在他的面前 那就是比他先始 所以人是比先始 不是比后始 后始的比较凄惨 先始的比较愉快 那你说 那我干脆先始 好了 那就是不负责任嘛 所以你会发现 中文这个道理是 趴来趴去 趴来趴去 他怎么讲都有道理 所以随便你讲嘛 人生自古以来 没有人不死的 你看汉武帝 一直想不死 秦始皇 一直想不死 都没有办法 这是最公平的 我现在问你 既然这样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你就了解胡璇 他的目的是什么 人生的目的 非常简单 不像西方人 讨论的那么复杂 我是全世界 关于人生的目的 所有的事情 我都看过 我才敢这样讲 中国人的答案 最聪明 最有智慧 最简单 最明了 四个字而已 求得好死 你从这句话 可以了解 中国人智慧之高 你看我们骂人 很简单 就是说这个家伙 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那比什么都凄惨 胡璇 他为了求得好死 他做了很多善事 有没有用 没有用 你说做善事不是急得吗 怎么没有用呢 你看现在多少企业家 一天到晚做善事 还当委员 有没有用 没有用 那不糟糕了吗 我希望各位了解 当你做善事的时候 你心中没有做善事 它就有效果 你心中一有 我在做善事 一笔勾销 什么都没有了 就差这么一点点而已 记住我的话 人情不讨 人情永远在 人情一讨 连本带利 通通讨光光 所以我们常常说 哈 你呀 如果没有我的话 你会怎么样 大错特错 当老板的人 绝对 我很少用这两个字 绝对不可以跟你的部署讲 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不能讲这种话 父母不可以跟子女讲 我这么辛苦养你 你以后要报答我 不可以讲这种话 只要你心中有所求 你就得不到任何东西 父母对子女是应该的 子女对父母也是应该的 大家都在做应该做的事情 并没有投资报酬 这个不能叫投资报酬 所以你看有个企业家 公开在电视上说 我妈妈是最好的投资者 在我身上投资 这是侮辱她的妈妈 父母对子女没有投资的观念 我尽我的心力 你要怎么样是你的事 子女对父母没有要求 你怎么样供应我 我都不在乎 我应该笑 那是我的本分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那整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胡玄是带给她妈妈 很大的荣耀 但是给她妈妈经常担心 这样的事情 你觉得好不好 我没有意见 统统让你自己去评估 一个人发达不发达 要有很多配套 太勉强得来的东西 终究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西方人说 要快快快快快 我是很不赞成的 因为快快快快快 结果就是死得更快 中文国人想法不是一样 就是我这一代能做多少 我算多少 我还有下一代 我下一代接力是要跑 这样一半一半接下去 人会死 人类不会灭亡 不是说我们这一代死了 就没有能做了 你急什么 但是像西方那样 非我们这一代做完 人类会灭亡 所以我希望大家尽人力 以听天命 那我先问你什么叫天命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 对天命很有兴趣 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解释 天命就是一个人 先天带来的人生规划 就叫天命 那我今天要很清楚的说明 我们先天带来的人生规划里面 是故意给自己安排的很多困难 很多艰苦 目的是要锻炼自己的 不要忘记了 如果你哪一天碰到困难 你会觉得这是我自己安排的 你就心安理的 可是你没有啊 你碰到困难就说 这不是别人跟我找来的 你就很抱怨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弧璇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我认为 我认为就是他会面对困难 绝对不逃避 因为我们是在困难当中才会成长的 你看小孩子太好命的话 他就不动脑筋了 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动脑筋 一天老人都说 你告诉我清楚一点 我就照你的话去说 那这种人还有什么脑筋呢 多少年轻人都跟我讲 我最希望我们的主管 我们的老板 把话讲清楚 我一定照做 我马上说他没有脑筋了 中国人就是故意把话讲不清楚 那你去拆 你脑筋就很发达 这才是训练人的方法 你讲那么清楚 你看中国的父亲最高明 小孩要出去 恶话不说 只讲一句话 要小心一点 他就对了 他永远对 你出去被车子撞到 他说叫你小心 你不小心 你出去被小偷把钱包掏出来 叫你小心不小心 他总包嘛 就是小心 你不小心而已 因为他讲的不明确 他讲的很含糊 所以他永远对 你要好好去体会一下这个东西 现在不是 现在因为受西方的影响 都是要讲很明确很确定 那经常错 你出去不要掉到水沟里面去 他回来说 爸爸你看 我都没有掉水沟里面 你乱讲 完了 他这次是被狗咬到 可是爸爸说要小一点 他就包括 不要掉到水沟里面去 不要被狗咬到 他一切都包在里面 你急什么 中国人告诉你 凡事 谨称一点 小心为事 这没有错的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会碰到什么事情 人 有困难 才是正常的 一切很顺利 不正常 你要小心一点 所以当你很顺很顺的时候 你要小心 可能阴沟里要翻船 人都是在很顺的时候 才会出差错 因为你顺的时候 你就不用心了 你就认为没有问题了 不会了 吵那么多心干什么 最后回来才知道说 完了完了 你看每一个人 当他穷的时候 他都很小心 当他有困难的时候 他都很谨慎 可是一旦有钱 他就开始 不在乎 一旦有了钱 他就开始滥用职权 你可以去看 一个人 处顺境 比较难 处逆境 比较容易 各位没有发现 我所讲的 跟各位平常所想的 几乎很多是不相同的 我们要知道 父亲为什么早死 就是要成全这个小孩子 会自己去奋斗 这父亲是很伟大的 我已经告诉各位 任何事情 你朝好的方向去想 你会得到很多好处 一个小孩 就责怪自己父亲 早死 不支付他学会 不让他正常去学习 这个小孩有什么用 我不是说父亲都应该早死 而是说父亲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培育他的小孩 活着有活着的办法 死掉有死掉的办法 要死不活 有要死不活的做法 有很多人他爸爸从小就生病 小孩从小就要康复他爸爸 什么都有 胡雪原 从小跟妈妈在一起 他养成了 什么事情都跟妈妈商量 他养成了 要让妈妈很愉快 你看他有阵子 因为打仗嘛 到外面去做事情 他妈妈在家里 整天提心吊胆 不晓得起来 他变成什么样 但他也没有办法 等到胜利以后 他回到家 他妈妈非常生气 你这个不孝子 妈妈死了你都不知道 他怎么样 他没有解释 他只是跟他妈妈讲说 妈妈 你看我是不是快要跟你一样老了 妈妈就笑起来 杀孩子 你怎么可能 这是他最高的技巧 你跟我讲这个 我跟你讲那个 讲到那你很开心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他穿这套 你慢慢去描摩 母子之间 他是年薪的 你不要正面的去跟妈妈谈这些事情 要用感应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母亲节快到的时候 小孩子都会问妈妈 妈妈 母亲节快到了 我送你什么礼物啊 妈妈都说不要了 乖就好了 那这小孩是美国人啊 他根本不是中国人 他就不送了 因为妈妈说不要嘛 乖就好了嘛 就到了母亲节 妈妈脸色就很难看 说不要 就没有送 那你问干什么 这才是中国人 我有一次跟很多妈妈讲 我说你就干脆跟你儿子讲嘛 你要什么嘛 他说不行 因为有一天 我如果真的病到不能说话 他以为我什么都不要 那我就凄惨了 然后他又告诉我 他说如果我儿子希望我 把话说清楚的话 他就该死了 明年我妈妈 我妈妈节的时候 我儿子在问我 妈妈 母亲节快到了 我送你什么好呢 我就告诉他 妈妈想自己搬出去住 你跟我买一栋房子 大概三千万左右就好了 他就死掉了 我跟你讲 这样就对了 你老怪妈妈不讲清楚 妈妈不讲是给儿子面子 不是他不会讲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跟妈妈沟通 让妈妈愉快 让妈妈放心 你才没有后顾之忧 成家以后 也要让你的小孩 跟你的太太 要能够安心 你才能够专心去从事你的事业 最要紧的 就是要不怕困难 在座很多 男性的朋友 做一个男性最要紧的 三个字 负责任 现在很多女生不想结婚 每次跟我讲 曾老师 你碰到男孩子 转达一下我们的意思 叫他们要争取一点 要负点责任 不然我们怎么敢嫁给他 这话很对 因为你害得现在 你孩子都不敢结婚 那个男人算什么 你不要忘记 你是一家之长 你怎么好意思伸手 向太太要钱 服务学员 他能够白手成家 能够在乱世当中 创业 他就是凭了这一点 困难 我不怕 困难 才是正常的 困难 我要面对 不逃避 而最后他被搞垮的时候 他也是尽全力 要把胡学员 所创立的 胡庆一堂保留下来 我今天要说一句话 如果没有胡庆一堂 我们现在不会记得胡学员 胡学员一生所做的事业 都是虚的 只有胡庆一堂是实的 我想我这话已经说很清楚了 很多搞什么金融的 搞贸易的 搞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因为那是虚的东西 虚的东西是存在不长久的 服务业很好做 但是像佛云一样 一阵子就没有了 制造业很辛苦 但是它可以长期的存在 所以胡玄也是他妈妈一直告诉他 你要搞点实在的东西 你要留点给后事 记住你 我们今天一想到胡庆一堂 就想到胡玄 一想到胡玄 就想到胡庆一堂 其他慢慢慢慢都当完了 胡玄 他不但不抱怨 不但不怕困难 而且利用每一次困难 来增进他的实力 来打好他的基础 所以大家从现在开始 永远不嫌晚 永远不嫌迟 碰到困难 不但不要逃避